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如果你好像师叔那样 超级球迷 这个月六月和七月 相当开心 因为虽然四大联赛 投赎 但有欧洲国家杯 搭着有美洲国家杯 现在不叫南美国家杯 现在叫美洲国家杯 因为今届会整个美洲 南、北美加上中美洲 北美、中美、南美一起踢 所以相当热闹 不是每届都是这样 其实都挺辛苦 因为应该是对上一次疫情 美洲国家杯的时间 挺无定向风的 有时是两年 有时是三年 一般来说都是三年的 但上次不知是退早了 还是退遲了 忘记了 上阶是二一年 我还在育中 上阶的欧洲国家杯 和上阶的南美国家杯 我都在育中 总之 今次就好像 八年一遇 两个州份的国家杯的赛事 都是在2024年的6月份 欧洲国家杯就开了 球迷就应该都看了一段时间 看了大概 都不加一个星期 五日左右 四、五日左右 我都不记得了 接着 接着 离间 星期四 我是温哥华时间 星期四 可能香港应该是 星期五 星期五的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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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国家杯也会开球 所以 跟球会有很不同 气氛都很不同 今届的欧洲国家杯就不同 先讲讲上届感受 上届我完全一场都没看过 因为在狱中 陪伴一些囚人一起 每天都在看见过 我从小到大都是支持英格兰 上届英格兰打入决赛 我很记得决赛前夕 相当之矛盾 究竟想我自己的队拳 是拿冠军 或是拿不到冠军 非常矛盾 因为如果拿到冠军 我竟然见证不了 我忍你了 1966年英格兰拿世界杯 我还没出世 然后捧了几十年 真的决赛 决赛也少有 即是打决赛也少有 竟然已经打决赛 我就看不到 然后 后来就输了给意大利 所以最后输给意大利 我只是一般不开心 可能很多英格兰等 就很不开心 因为上届都打得好像不错 我真的没有见过 所以今届就 看看自己的队拳有多威力 先看第一场 第一场就 就很不错 英格兰第一场就很不错 英格兰第一场 英格兰第一场 我忘记了 我只记得 赛果 英格兰第一场 真的要稳定 看得太多了 球迷也是这样 以前那些球迷 你问我 我马上可以回答你 看完那些球迷 那些球迷就忘记了 英格兰第一场 对菞尔卫 表现挺有趣 Gperlingham 入球 然後整个球迷 还在那一场 从上半场 尾段开始进入下一场 都还有一段 很长时间的捱打 又出了英格兰的更新 正后群 出回来 因为联赛 比较频密 強隊臨立, 很多強隊都要打歐洲賽 打到尾, 本土有三個杯賽 所以英格蘭一到揭鼠 那些人已經很頹目了 那場球特別明顯 例如曼城的Folden 都很累 表現是一無是處 所以我繼續對自己的對手 一般的信心 總之第一場看完就不是很對手 然後打後下來兩場球 其實對手不算是很強 但是可能是很辛苦 因為很體力化, 德國很體力化 斯洛文尼亞也是 所以在這麼密的賽程裡 一個這麼密的賽程的杯賽裡 其實英格蘭一般的好處 那這一屆怎麼看 先講歐洲國家杯 怎麼看歐洲國家杯呢 其實是平均了 上屆都開始見到是很平均的 幾對球都可以打 例如主要的擂台等 法蘭西 意大利 西班牙 英格蘭 荷蘭 這些 都是平均了 平均了什麼呢? 不是平均了 是平均了 是平均了 一齊都是屎了 我想歐洲足球還是在一個換代的階段 所以坦白說 如果相對以前的歐洲國家杯 就沒有那麼多顆顆星 還有那些 歐亞球王 這次兩個國家杯 兩邊的美洲和歐洲的國家杯 仍然都有歐亞球王 歐洲這邊有斯朗 跟著美洲那邊有美斯 又傷害到很多人的感情 因為很多人今天都當了 斯朗和美斯是球王 但在我心目中都是歐亞 其他就真的沒什麼升 今屆大家可以發掘一些新星 特別是歐洲國家杯 也沒有什麼 當打的球員就真的不太多 譬如說 打完今屆也差不多沒有了 譬如有斯朗 還有摩特曆 哈羅地亞摩特曆 這些 當打就真的沒什麼 冒起的就比較多一些 其實很多隊都是靠小孩子的 還有比利時 比利時還有努卡古這些 還在這裡 努卡古剛剛 踢完第一場 很慘 吃兩個炸壺 比利時又對哪一隊 我又忘記了 看完是對施諾佛克 施諾佛克 有一點爆冷的1比0 就贏了比利時 努卡古都吃了兩球炸壺 一球越位 一球是隊友手球 但是兩球球其實是很有功架的炸壺 就是 升級就只有這些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幾隊不同球隊的冒起的新星 赫AR точ 超 dincking 還有法蘭西密巴比 未來 終於離開巴黎星引 geral 新的球 agrees 終於厲害了 jamin 没有最厉害,只有更厉害 刚刚才拿完欧联冠军 还拿着很多山菇仔的一对王马 没什么升,但未来一季 总之有个好领队,安察乐提 今届又掃两个杯,La Liga 西甲拿冠军,欧联又拿冠军 接着未来一季更强 在原有的班底,再加上麦巴比 有入球的保证 还有一件,17岁在彭美拉斯 签过来的,巴西的Andrake 这件一会儿再说 Superstar还有麦巴比 法兰西的麦巴比 其他真的看一些冒起的新星 我看完大家的第一场 我拍片就是最后一组未踢 就是埃亚球王,葡萄牙那组未踢 所以我也不说了 那组就是土耳其,格鲁吉亞,葡萄牙和捷克 我看了第一轮 其实有对板又不对板 稍微有几对板的就是西班牙 第一场就是3-0 这个Croatia 哈勒地亚 本来也想着应该挺难踢 但是上半场是4-0 又不记得了 不,3-0 又搞错 3-0 是下半场是一个炸弧 看得很乱动 上半场是2-3 所以下半场就收缸了 几对板的对球 都以年轻为主 特别要留意一下 就是这件19号仔 在右手边那件的日猫 名字很怪 Leminya Mow 这件只有16岁 如果能入球就破了纪录 17岁都未够 上季在西甲巴塞 其实都看到他挺有看头的 还是差点火候 因为只有16岁 但是上脚 盘扭 还有速度 甚至身形都不像是16岁 所以这件是差点成熟度 这件其实是挺抢硬的 还有第一轮是中锋 有些都交货 例如西班牙第一场 中锋莫拉达也入球 还有什么中锋入球 印象中是Food Kirk 这位大气晚城 已经31岁 上季由云达加盟多蒙特 终于被他31岁才打到国家队 也是一件纯中锋 第一场对着非常弱的苏格兰 五球球中 有他的后臂入球 也有入球 说到德国主办国 今届就不同 上届整个欧洲 今届就在德国 静静静静静 今届主办是很好 在德国、法国、英格兰 这些是最好的球场 也非常熟悉 今届所有踢球的球场 如果看得到德甲 也是相当熟悉的 又有拜人的安联 是没有了《武信加伯》 因为《武信加伯》的球场 也是相当历史悠久的球场 跟德国足球的历史 是有很多的故事 但今届就没有选择到《武信加伯》 反而懒得满的 就有《小黑04》的球场 就是我们的外队 我们德甲外队 《小黑04》 第一场英格兰 都是在《小黑04》的球场 在德国搞这些 其实是挺好的气氛 不过今届 先说一下德国 德国第一件事想说 就是一件球衣服 不知为什么 今届就转了做Nike 对对球都要转了Nike 德国真的转了Nike 很怪计 虽然很多球迷未必有这些感觉 但如果你看了几十年的 德国国家队 他就是永远的Adidas Adidas是陪着 其实是抹不开的 Adidas就等于德国国家队 德国国家队就等于Adidas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德国1954年 拿第一次世界杯冠军在瑞士 当届是黑马 最后一场波 叫Miracle of Bern 打败当时的 环数欧洲的匈牙利 拿到冠军 那场波是落大雨 Adidas也应激一攻 由那时候开始 Adidas 已经是德国国家队 陪着他一起走的贊助 那时候 很厉害 Adidas 就在那时候发明了 梯粒钉鞋 现在也没有梯粒钉鞋 梯粒钉鞋 就是专备下雨 那场波是落着 傾盘大雨 那场波也应激一攻 令到匈牙利的地球 发挥不了 然后西德球员 那时候西德球员 走快两步 爆懒赢了匈牙利 所以打了几十年 西德,德国株与Adidas 这届 这届 打了你ror Nike uciones 以上 nhất讲只是钱作怪 就是唯一先诳 合作为德国国家队 新球衣赠助 其实谢谢 好像是不能不费钱 这事是良心 其实很多德国球迷都不是 evitar 在德國等,看到德國隊穿著Nike衣服 其實不止這件事怪的 今屆歐洲國家盃指定的汽車贊助商 你怎麼猜都猜不到 你一猜,當然不是保馬,是Benz 或者大眾或Audi 德國車那麼厲害 怎麼會是比拉迪的呢? 比拉迪又出最多的錢 然後就搞定了 其實很多德國的體育傳媒 都有追問過德國足協 究竟起碼你給一個合理的解釋出來 自己國家有這麼多隻這麼厲害的汽車品牌 你是不是只看錢? 但是德國足協到今天都知不已對 就把波扔給歐洲足協 究竟是歐洲足協 還是德國足協 兩兄弟自己搞定 但是又非常難看 如果在今屆德國國家盃 一直都是說比拉迪的車 救命 其實如果說大陸贊助商 仍然這十幾二十年看波都知道 中國的賺助商很厲害 當然是厲害 因為錢全部不是他們 全部都是共產黨 國家隊 總之每次有什麼盛事大賽 但是聽都沒聽過 用都沒用過的 各種品牌 那些廣告 就在球場那裏 錄來錄去 今屆仍然都是 中國的廣告商 是佔差不多最多的 以國家計算 差不多到三四成 都是中國的品牌 這個現象 在短時間內都改變不了 很要命 但是 還是那一句 主辦方的德國 其實是否可以有些 求醫和車 是否可以保持自己的品牌 如果你回到一個自由的市場 都可以看到 今天 德國的經濟下滑 德國的品牌 走到出去都未必會被困 很保守 這些都會見得到 好了 回到球場 主辦國的德國 第一場是8-8-8 5-1 就贏了蘇格蘭 但是 只贏了一隊 就 逢進去決賽州 都差不多腳軟 的球隊 所以 5-1 我覺得不能作準 如果你是整體上 其實 那場球 都不是發揮得太好的 德國 這10-8年的德國隊 其實都有一種下滑的跡象 就是 試過在世界盃 或者在歐洲國家盃 都試過在小組出局 這個情況 以前德國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 都發生過 都是在這10年8年來 其實 其實 換代 是做得非常不理想 德國 這幾屆 其實都看到 一直都有一些下滑 你看到 拜仁的戰績 例如 拜仁今屆 歐聯都算打得不錯 打到四強 但是 怎麼說都好 你看到 拜仁今屆 拿不到聯賽冠軍 因為買了一件黑氣石 Carrie King 這傢伙 去到哪裡都拿不到冠軍 拿了很多屆 德甲冠軍的拜仁 去到今屆 一簽了Carrie King 就連冠軍都沒有 送去給利華古信 其實他都想不到 但是 你看到 德國國家隊 其實以往 很強的時候 多數都是拜仁很強盛的時候 國家隊都會以拜仁為主 但是 其實今屆有個特色 你看到 德國的 德國隊的班底 不是以拜仁為主 或者西班牙的班底 都不是以 黃馬 或者巴塞為主 都是大集會 英格蘭 一向都是大集會 還有意大利 意大利 今屆的班底 輕輕 是比較 國際米蘭 周恩達斯都已經 墮落 所以 幾個國家隊 其實都有 有些 幾集排軍的 元素 今屆利華很厲害 但是 德國也都 不會一時間 以利華古信為班底 所以 對球 其實就 普遍 其實沒有什麼 很升級的球員 你說 有些山菇仔冒起 例如 可以看看 第一場 有波入的 拜仁中場 梅斯亞拿 或者 利華 側擊 和斯 這些 但是 其實 水平 一般 我 其實 挺喜歡 看一件 31歲 的 多蒙特 看看 他可不可以 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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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簡單的足球 我覺得會好些 目前這隊 德國 因為 24 對球 頭三名 即 頭兩名 必然出線 接著 六組 裏面 有四組 最佳第三名 會出線 我想 德國出線 不會 沒有 第一場都贏 第一場得三分 差不多 都肯定是出線 只是問題是第一 還是第二 可能是最佳第三 那些 所以出線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可以走多遠呢 16強 出去 出國 或者 去到8強 我覺得已經有些交代了 這隊 德國隊 有沒有主場 一些優勢 現在的足球 未必有主場優勢 不一樣 以前 因為 以前 客隊 沒有什麼來過 來這裡踢球 現在 尤其是歐洲 國家盃 坐一部車 都來這裡踢 又捉 又歐聯 又勾脅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優勢 未必 是這麼大 所以 這隊 就是今屆的德國隊 那 還有什麼 說一下 反而留意一下 那些 就會比較 除了 還有 說一下 少少少 法國 法國 一直都是擂台等 但是 看完第一場 哇 相當沒有了道 大哥 又是 1比0 小勝 這個 小勝 那隊 由小勝 奧地利 也是可以打 超過 但 他都 進攻 但是就佛線觸塵的進攻 這個其實在世界盃的時候都見得到一下 雖然他都入到決賽,兩年前的世界盃 還很精彩的決賽 麥巴比,就是小友在決賽headtrick 然後輸給阿亞球王美斯,屈居亞軍 但是其實對球的進攻組合太過過人了 沒有什麼默契 對球各有各打 第一場對奧地利都是見到這些 但是法蘭西有一樣好 中後場一定有差不多 這屆也是 由防守中場,到後方的脊骨 後方的後方 一直都是相當穩固 所以他不攻得 他都很難失球 這就是法蘭西的特點 可以走到很遠 這對球絕對可以走到決賽都可以 那就是 要再看下去 他那組其實很幸運第一場 雖然打得不好 但是也算是撿到3分 接下來 剩下的兩場都是硬仗 特別是第二場 就會硬撼荷蘭 在6月21日就會硬撼荷蘭 要打完第二回合才會比較明確 其實現在很難說每一組的出線的形勢 因為太早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各有各都是自己喜歡自己的球隊 那你說那些二三線 其實我這屆比較會喜歡 其實一早我都會後著一兩隊 今早就看完其中一隊 六點鐘起床 一會再說看球 這裏真是溫哥華 簡直要命 六點鐘起床 就看烏克蘭對羅馬尼亞 賽前也打算有得打 其實這波很好看 快上快落 反而這場球 我看過最精彩的一場 差不多兩隊球打得很快 雖然戰果是3比0 羅馬尼亞贏 但是不是一面倒 我今年就很想看羅馬尼亞 因為 其實在小組賽 他們都 如果印象沒有記錯 他們在小組賽 在外圍賽 他們是不敗進去的 也都相當出奇 因為對球其實不是太多 很多星 但是很多都還在本土 甚至在二甲 一些中下游球隊 甚至在二月的帕爾瑪 都有找到羅馬尼亞的球員 較為比較大名氣 還有一些 就是那件 那件 那件 就是踢而刺 不過上陣 都不多 這隊球 所以我 很留意 因為以前我們的年代 就 赫傑 撲比斯古 那些曾經很好看的 羅馬尼亞 所以這屆都會很留意 第一場沒有令我失望 戰果沒有令我失望 整場的表現也沒有令我失望 對球呢 就是 你說underdog football 這裏有很多隊都打underdog 就是打一些柴仔球 因為你一定會對到一些強隊 但是他又不是很柴仔 如果你說未開球前 就稱先少少一定 都會是烏克蘭的 雖然打仗 但是對球仍然是不算很弱 但是他 羅馬尼亞特別開球的時候 其實都挺縮後踢 但是他真的有準備去打 很強的快擊 那些球員是很狠軟射 很狠起腳 還有 就 做足了 看得出他訓練有數 是很會打一些 二打三 就是人少打人多 總之有反擊 那些球員 他就捉得很認真 所以 看他的球員很有威脅 前面有幾個人 包括隊長 尼古拉斯 尼克勒斯 Statue 進了一球很漂亮的遠射 那球是烏克蘭的龍門出錯 但是他進入禁區頂 第一時間射死角 都是相當之好技術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一件 十八號仔的馬連 或者還有打 右手邊側擊 整場球很山蠻的 那件叫Dennis Mann 打柏爾馬 打二月的 所以今屆 接下來一季就升上去 耳甲 幾件前面的球員 都相當之大威脅 三球球 兩球漂亮的遠射 第三球 然後也是Statue 做隊長做助攻 很厲害 這個隊長 不小 31歲 很有經驗 到現在 踢過武漢三陣 踢過一屆中招 現在就在沙地阿拉伯 踢球 這件尼古拉斯 Statue Anyway 對球 出事沒有什麼問題 贏一場 OK 跟著 同組 斯洛伏克 比利時 烏克蘭 搞定了 都算是第二勁的 烏克蘭 在斯洛伏克 跟比利時 伸順應該 都得到 一兩分 要是打多一場 就搞定了 所以出線機會 是大的 這隊球 我們會看著他 期望他可以 以黑馬的身份 看可不可以走到去 看對手 看走線 看怎樣 看可不可以走到去 八強 這樣就真的 威過威士忌 所以 我會看中這一隊 另一隊 在做節目的時候 還未開始看 因為睡醒覺 才輪到他 F組 最後一組 跟葡萄華 土耳其 和捷克同組 算是最弱的 這隊 為何會看他 這隊 一定比羅馬尼亞 出局正常 不過 小弟也喜歡看 愛爾蘭國家隊 很多年前 我都覺得這隊 開始冒起 他的打法 其實是很體力化 很有Heart 我很喜歡這隊 技術真的一般 但是 挺衝撞型 我很喜歡看這些熱血足球 所以 看看在這隊 搞局 三隊 都很強 對他來說 Turkey 葡萄華 和捷克 都很強 所以 不要輸了 下班 看看會不會 立得到最佳第三名 真是驚喜 這隊 沒那麼大 上頭 如果進入到16強 就當他贏了 OK 但也挺想看看這隊 這隊 這就是 歐洲的國家盃 要三十幾分鐘 說一下 不斷地 不斷地 說一下 未開球的 美洲國家盃 美洲國家盃 美國主辦 十幾個城市 第一件事 東西岸 我覺得很無厘 首先 美洲國家盃只有16隊 比歐洲國家盃 24隊 要不需要擺十幾個球場 即是 即是 好像曬爛 當然 我的名字 兩年後 二六年 世界盃 就會在美麥加 所以 今屆也是一個 預演 所以今屆 主辦國 在美國 以往 南美國加盃 今次 就是 美洲國家盃 2016年 美國搞過一次 那次 叫做 美洲 全世界盃 那一屆都是 國安美國 但是 不算數 Anyway 今屆 正正式式 搞第一次 主辦 國安美國 以往 國安美國 就是南美 美洲 還有一個 叫做美洲金盃 那個是另一個 那個 會由 美國 去參加 其實南美國加盃 這個盃很奇怪 譬如試過有一年 又邀請日本 又邀請卡塔爾 一起踢 都有 今屆 叫做 整個美洲 南北美 加中美洲 美國主辦 做一個世界盃 所以 其實 另外 未來世界盃 還有兩個主辦國 墨西哥 加拿大 是的 都是我們加拿大 今次都有加拿大 那揭幕戰 我的溫哥華時間 就是 星期四 下午五點 大概 應該是 香港 星期五 早上八點 就是揭幕戰 第一場揭幕戰 就是阿根廷 對著 加拿大 真的 不行 那 那 我想 美國 墨西哥 和加拿大 其實都要 曬一下實力 出來 因為 接下來都是主辦國 特別是加拿大 希望不要 大家的直覺都會覺得 不要輸得這麼難看 好不好 好 這樣 同組 會有智利 秘魯 和阿根廷 的三隊 對加拿大 都會 幾 幾難搞 一下 總之 那 還不踢 總之 我們也有一個 幾好的 不錯的 球員介紹 給大家認識 這個就是 Tay John Buchanan 這個球員 是多倫多出生的 其實上季 少少地 在國際米蘭 看過一下 他出場 25歲 即是和麥巴比 那個年代 其實 今屆是修成期 他其實都踢了 上季 兩年前 在卡塔爾 世界盃 他已經有份入選 在歐洲 踢了一輪 他踢了比利時 暴露日 都算他是新經八戰 美職聯 然後去到歐洲 踢了比利時 暴露日 上季 七百萬歐元 轉會 去了國際米蘭 在國際米蘭 上陣 都雙位數 但是十多次 踢個位 他是右腳仔 很喜歡挨左踢 很喜歡推大位 右腳射 那些 身材可能單薄一點 防守意識 不是太強 進攻型球員 挺扭得下的 看看他 其實我想說的 就是加拿大 特別在上季二年的世界盃 給人的印象是不差的 同組有很多強隊 有比利時 有哈羅地亞 還有 還不記得哪一隊 我記得 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場 1比0 小敗 比今屆歐洲國家盃 更強的比利時 贏了口碑 我還記得那場球 超過20次攻門 對球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當然 國際經驗一定會少 或者還有男生 相對女生 也沒有那麼強 這個一定是 盡打 我們在加拿大 當然 大家就要為加拿大國家隊 捧牆 第一場結幕戰 就會對著阿根廷 阿根廷仍然都會 在今屆 仍然都是擂台等 整個班底幾乎都是兩年前 拿世界杯那一隊 老中青都有 繼續是美斯做大佬 然後還有迪瑪利亞 做副隊長 然後還有上屆開始冒起 世界杯時候冒起的 艾華利斯 在曼城 今屆亦都會在 整隊球其實仍然都是很齊人 最重要的是 繼續都是領隊史加朗來教 這個就由Care Taker 去到上一屆的南美國國家杯 考他排 2021年 他是拿冠軍 然後拿完南美國國家杯 再拿世界杯 一時無兩 所以一直就一定是他 教到現在 今屆他仍然是有那個Hunger 運運的球隊裡 準備一定是最足是他的 那就是三線的實力 後場、中場、前場都救了人 齊了 還有對球有默契 知道怎麼踢 不是拉閘成軍 所以這隊一定是擂台等的 大熱來的 這隊都是要拿冠軍 都要問過他 還有一定是會問巴西 巴西就很不同 OK 領隊 是Drival Junior 大概都是譯他做 祖利亞 這位就不是一位 很有名氣的領隊 在聖保羅 在聖保羅今年1月 就接任這個國家隊 國家隊 他就 剛才說過 友誼賽裡面 幾場對英格蘭 對西班牙 都有入球的 那件17歲 兒子 接下來簽了王馬 那件都是未來新星 Andrake 竟然 最後沒有選進去 我沒有怎麼看 足球八卦新聞 不知道是不是受傷 還是怎樣 總之就沒有選 沒有了大概 我數得出的會有三四件 第一 埃丫球王中的埃丫球王 黎馬就沒有了 這件現在去了中東 人家埃丫球王 斯朗還有得入選 但是他又沒有份 因為到巴西 有理由可以 沒有理由可以 黎馬就沒有了 踢曼聯的防守中場 卡斯美路都沒有了 他都老了 還有 踢著熱刺的 都挺山寨的 曾經覺得他很有了 世界盃的時候 都覺得他有入球 好像挺厲害 但是也是非常不穩定 終於都不入選 就是李燦李辰 還有哪些沒有入選 大概好像想到 是三四件 那 幾頭重 頭重 頭重 腳輕 前面都還可以打 後面 中後場 就真的 挺老 也都沒有什麼 當打球員 比如後面還在用馬坤勞斯 那些 所以今屆對巴西 就不可以看得太高了 好 過渡 整個 generation 都在過渡 我自己覺得 那些 生菇仔 仍然 未必是 大家的預期 雖然 仍然可以找到 比如 黃馬那幾件 巴塞 那幾件 綽里亞 Rondigo 拉芬娜 那些 都找到 但是那幾件 我覺得很多時候 走到出去 都是慢慢的 所以就 不要看得巴西那麽高 Anyway 大概是這樣 不夠時間說 還有什麽 Code by America 其實都值得看的 我覺得兩邊都會有 有些看頭 不過我想 兩個杯彩都看到 2024年的足球 其實都是 等著年輕的球員冒起 等著未來之星的誕生 所以就沒有太多的星 OK 但是那些球賽 其實勝在平均 都會很好看的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多月 就相當之不行 在溫哥華看球時間是怎樣 我現在就在看 歐洲國家杯分組 就是早上6點 接著到9點 到12點 好了 過幾天 過幾天 到這個 Copper America 開球了 第一次 第一次 美洲國家杯 我在一個同時區的地方去看球 但是又差 因為十幾個美國城市 所以都會有 東西岸有三個小時 所以我要很小心 檢查一下時間 比如第一場 在德薩斯 應該就是晚上8點開球 但是在溫哥華 就是5點中 下午開球 所以遲些開球 就會從早上6點中 一直看球 看球 可以看到 我記得 現在 這個Copper America 第二場 開球 可以到 旁晚6點 踢完之後 都已經是 八點多 這樣 再有沒有晚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以前看球 就半夜 看到 第二天 早上 我覺得好些 但是現在我就幾辛苦 因為 尤其是第一場 因為我要調整個鬧鐘 起床 說 6點中 那場 直接是 睦睦睦睦睦睦睦 所以現在 你看看我 開始 紅貓眼了 好了 說一下 就 唉 就真的有時間 說 這樣都可以說 四十幾分鐘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 嫌這節悶 介紹一下這兩個 足球的杯賽 看完之後 不能休息 如果你還要看奧運 7月底 還有奧運 但是奧運 最重要 提醒大家 一句 看奧運 記得不要看香港的電視台